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民营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中间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个跟四十多年前完全不同 我们的经济中间的民营经济成分占的比重 在各方面的影响都是越来越大的 那么这个中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一个就是科学技术这个方面的发展 民营经济在这个中间创新 它的比重是挺高的 要达到70%左右 第二个就是城镇就业 民营经济也是提供了80%的岗位 一个是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就业的岗位 什么为我们的这个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从当前的经济复苏的方面来看的话 民营经济它在投资消费这些方面 贡献也是巨大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制造业中间 在服务业中间 这个民营经济的投资比例也是挺高的 那么因此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间 民营经济的投资是有助于拉动 这个整个经济的复苏的 但是现在非常遗憾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数据 到六月末的时候 我们今年以来的民间投资的增速 是负的0.2% 这种状况在过去是没有出现过 今年以来虽然它的负值并不高 但是已经显示出了 就是这个民营经济在投资这个方面 信心不足 预期不稳 民营经济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大 因为这个整个民营经济它在就业中间做了很大的贡献 相当多的人就业是在民营企业中间 然后它的收入就会影响它消费等等 所以说从当前这个国务院各个层面的这些领导召开了这些会议 其实是非常重视民营经济的一个体现 那么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多听听民营企业家的一些心声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 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很好的一些建议 那么希望能够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 来帮助民营经济恢复 来帮助民营企业家排优解难 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开展经营 那么我觉得现在经济处在一个复苏的过程中间 未来中国经济的复苏 不能没有民营经济的复苏 这个少了民营经济的复苏 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复苏的 就像您提到的时候 民营经济在我们经济复苏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但是您也说了很遗憾的 就是我们看到17号的这个数据 上半年民营投资的数据是非常不乐观的 整个是同比下降了0.2% 那您而且它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而是近一段时间它都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那您觉得民间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个疫情 还有哪些因素是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的 应该说呢 这个疫情对于这个民营经济带来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这种压力要比国有的企业要来到大的多 因为我们去分析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个特点 它呢这个更多的是在服务业制造业这个中间 占的比重比较高 在疫情冲击之后 首先带来的是服务业的压力 是 很多这个企业 因为这个疫情冲击之后 这个很多消费都没有了 其他大量的商店服务业都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 没有接触了 从制造业中间来看 民营企业其实占的比重是很高的 但是制造业投资的增速并不低 就说明在这个制造业中间 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 依然还是保持了一个不低的水平 然后呢我们去看这个民营经济 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就制约了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 比如说准入门槛这些方面 这个有很多行业 这个明理案里有许多歧视性的政策 就对民营经济进入的话 这个门槛抬得很高 或者说同样是这个门槛 但是当国有企业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门槛 而当你民营企业来的话呢 又给你会增加一些条件 或者是什么要求 所以它就不是一视同仁 不是一种公平的一种这个政策 这一点呢在很多方面 国家其实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 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三升五令 但是呢这个现象依然还是存在 在某些阶段可能还会更加严重一些 比如说在疫情之前的这个几年 和疫情中间这个过程中间 有关民营经济的发展 它的发展的前景 它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些问题 还是有很多讨论的 也有一些思路 或者说是某种思潮 可能是比较左的 对于民营经济也会是横条鼻子梳条眼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吧 可以说是平等 就是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很多的企业在发展道路上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平等 或者说是歧视 就比如说融资男融资贵的问题 还有像您刚刚提到了一些有形的无形的市场转入的壁垒问题 那这些其实是非常的影响我们民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的 那您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更加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呢 其实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比较实际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是有一系列的诉求的 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 就是对你国有对民营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要对它有歧视性的一些做法 第二个我觉得它应该需要有优惠的政策 我们看到许多中小微企业是比较困难的 财务状况是比较差的 经营能力是比较差的 但是它又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的问题 所以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支持它 那么从国际上的惯例来说呢 也是对中小微民营企业通常是要给予很多优惠的 那么这种优惠呢 在于主要是一个是财政角度 就是税收 通过税收的减免 税收的优惠 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很多优惠的这些条件 对吧 那么另外呢 还有呢就是在金融方面 比如说这个金融方面的信贷的这个投放 这些利率有可能低于一般的水平 也是比较优惠的 那么这样呢就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它就减少了它的经营的这个负担和这个成本 对吧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认为可能更为重要就是针对性的举措 所谓针对性的举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民营企业它有很多苦衷 有很多困难 比如说啊 这个它去融资的时候 融资那么当然要有资产抵押 那有很多民营企业它没有 没有资产给你抵押 这和国有企业有许多大的这个资产 有很多有规模的这种效应 完全不同 国家为了支持它 能够让它能够从商业银行更好的获得它的贷款 那么可以搞一些基金 担保的基金 这个担保基金很明确 就是为中小为民营企业来提供担保的 提供担保让你能够从银行顺利的获得贷款 这种就是很有针对性的 那么像这种举措呢 国有的大的这些公司可能就不需要了 因为它自身这个信用状况比较好 而且呢有很多资产 还有呢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探索 这个银行体系 可以考虑政策性的支持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商业银行 就政策性的银行 但是它也是带有一点商业的成分 但是主要是政策性的 这种银行呢 是由国家财政这个出钱 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性大型的金融机构 给予支持 给他们提供利率水平很低的贷款 那么现在在我们国家呢 我觉得我是 我认为是可以探索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给予中小微企业这些金融的优惠 其实中间有一部分应该是财政的责任 就是用财政的这个资源 来给他们提供支持 完全由商业性的机构来承担 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商业性机构 毕竟它有自己的经营的目标 像国外 像美国 日本 德国 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 都有这样的一种政策性的 专门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这种银行 因为它就确实是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要解决好这样三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比较能够切中这个中小微民营企业 它在这个方面的这种需求 那么如果再进一步推进 从更广的角度去看 就是整个社会 整个政策环境 制度环境怎么来更好地支持 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发展呢 我觉得我们还要考虑一些大的方面 第一个 舆论 就是整个这个舆论 怎么来营造一个 更有利于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支持他们 理解他们存在的困难 然后呢 支持他们给予更多的呵护 那么尤其是现在 我觉得国家提出过的 就是要这个弘扬企业家的精神 是吧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是不够的 这个方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西方发展国家 因为它主要都是还是民营的嘛 这个企业家非常成功的 在社会上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在我们 我们这个环境下面呢 还是有距离的 很多企业家做了大量的贡献 民营企业家做了很多贡献 但是有时候也可能不配很好地理解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法治 就是法律和制度的建设 这个方面呢 可能更重要 在这个方面 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就是它要从制度的建设方面 和法律的制定的这个方面呢 把更多对于支持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的做法 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用制度的形式能够使得它 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 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政策上 或者是这个一些会议上面 说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在很多方面呢 可能过去也说过很多 民营企业非常重要啊 民营企业该怎么支持啊 然后由于没有落到这个时处 有可能过一阵子 这个就一阵风就吹过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方面长期的任务 要把它做好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政策 政策也非常重要 它在某些阶段 它可以针对那些短板 哪些方面没有做好 该支持民营企业的这些问题 说是说了 它也没有落地 政策要进一步的强化 这个可能制度的这个创新啊 需要有时间 但是政策速度就更快 需要迅速的进行调整 使得政策的环境 制度的环境 都比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解决好这个民营企业 在发展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营企业不会没有行性 是吧 这个预期也不会不稳 它会安心的 踏踏实实的来发展它的这个业务 是吧 推动它的经营 把民营经济发展好了 那就是中国经济 这个发展就会更好 明白 就像您说的 我们要从舆论 从政策 从法治 共同营造出一种 有利于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发展 这样一种氛围 这样他们就会更 有更好的预期 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那刚您回答当中 您提到一个政策性银行 在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应该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比于商业银行 可能他们更适合 在这个时候来支持 民营企业的发展 那政策性银行 有哪些优势 能不能给我们展开来讲讲 我们国家不是没有政策性银行 是有的 国家开发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 进出口银行 这个就是政策性银行 那为什么要是政策性银行呢 因为这几个领域 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是出口大国 涉及到的人很多 现在很多人都在 出口的这个部门 产业部门里面工作 那么为了支持它 避免它遭受很多冲击 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及时出手 出手给它支持 那么就建立了 想进出口的这种政策性银行 那么政策性银行 它有个重要特点 就是运用 运用政策的资源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要动用财政的资源 来给予支持 农业发展银行 为什么要建立 也是因为农业 是中国最为重要的 要稳住 那么也要给它支持 还有国家开发银行 那就是长期开发的一些项目 现在国家开发银行 资产规模还挺大 这些年增长速度非常快 全国所有的重大的项目 都有它的声音 它都在里面提供信贷 但是它的信贷的利率是不高的 然后它的融资成本 也是比较低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优势来发展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 民营经济了 既然民营经济这么重要 五六七八九 是吧 那支持它 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家 政策性的银行 就动用财政资源 比较直接的来给它进行 你是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政策性的银行 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 对 就针对 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绝大部分全是民营的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政策性的这种银行体系 能够发挥它的这种特殊的作用 现在我们其实也是在也在做 这个给民营的利率降低一点 就是我刚才讲 其实这个任务更多的是 应该由国家来做 国家来承担 国家应该用它的国家的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里面 它不是一个商业性的问题 是吧 是国家应该给予支持 从这个国家财政的这个角度 来推行这项这个任务 因此呢 我觉得建立政策性的银行 动用财政的资源 因为政策性银行肯定是财政资源 然后呢 这个它还可以通过税收的降低 对这些银行减少这个税收 让这些银行呢 它成本更低 对吧 它没有税付 是吧 等等 这些 其实就是动用了各方面的财政的税收的优惠 来支持这种政策性的银行 让政策性的银行 给中小微企业的提供的信贷利率水平更低 更加优惠 或者说更加及时 有相对的规模 而且呢 它会给市场造成一个压力 就是始终把利率水平压得比较低 因为它的利率水平低了 其他的银行利率水平要抬高 就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利差也不能太大 所以这些呢 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 那为什么主要的发达国家要这样做 因为它确实考虑到 就是这个群体 中小微企业的这个群体是很特殊的 是有很多的困难 而这种困难是应该由国家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应该完全交给这个商业性的金融体系 来执行这下工作 所以我们政策性的银行要带头去做这件事 去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一种一个发展 就最后要想跟你聊一下民营经济的机遇的问题 您觉得在当下的这种环境下 哪些赛道哪些项目 是民营经济可以重点考虑 或者说去布局的 总的一点呢 我认为就是要跟着国家战略走 跟着国家政策所指引的方向走 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发展的空间和这个规律 比如说现在有许多国家重点建设的项目 这个国家的五年的这个规划中间 都是有非常明确的一系列的这个发展的项目 这些项目有的大有的小 这些项目在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政策的优惠 我觉得是可以积极的去参与的 当然参与之前是要搞清楚 这个项目的这个特点是不是适合自己做 它里面的优惠条件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现在国家特别重视这个领域 国家呢又恢复建立了科学技术部 这个科学技术部成立 毫无疑问是为了在未来中长期持续推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快速的发展 我们在好多年前就已经确立了 就国家是科技立国 就是未来这个持续长期的竞争过程中间 科学技术水平始终要走在这个前列 达到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平 那么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间能够胜出 是吧 高人一头 因此呢 这个国家会对这个问题会不断的更加的重视 科学技术部成立了国家的一些重要的资源 拿过来进行比较有效的进行分配 推动一些 比如说哪些重点的领域需要很好的发展 那就要把资源砸进去 是吧 那么作为我们民营企业来说呢 有条件的就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间去 现在事实上已经证明有不少的民营企业 比如说做无人机的 是吧 现在是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因此呢 我觉得在未来这方面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乡村振兴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 很重要的战略 自由可以落户 没有政策限制了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就会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民 有可能会更多的到城市去 还有呢 在城市的一些流动人口 它的户籍马上就可以落地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陈正华水平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这个浙江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国家交给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示范区 是 因为农村和城市它的收入水平差异比较大 那我把农村的人搞得越少 那么我的共同富裕的平均水平就越容易达到 否则呢 乡村的人和城市的人 它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 那你是共同富裕就很难达到 所以这是一条重要的举措 那么这个举措做了以后 其他的相关地方 只要有条件的地方 都有可能会提出来 最近这几年 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增速是在下降的 户籍力增速也是在下降的 也就是说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最近这几年步伐明显的放缓了 这个是不符合长期发展的规律 当然这是跟疫情的发展是有关的 所以在未来 这个方面的政策进步的落地 其他更多的省市 跟着如果一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 会给中国的城镇化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 城镇化率会迅速的上升 然后这样一来会提升 我们的投资消费等等这些需求上升 因为一个农民在乡下的消费水平 跟一个市民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差距是非常大的 可能是城倍的消费水平的差距 那么这样一来农村 可能随着人口更多的走向城市 有许多乡村 那需要进行重新规划 重新建设 那就空间就很大了 所以这样就涉及到一个 就是城市的资本如何能够合法有序的流入到农村去 帮助这个乡村来推进它的建设 所以这里未来的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那么国家也会相应的在这个方面投入许多资源 给予许多支持 给予比如说优惠 给予一些什么税收的补贴什么之类的 都有可能在未来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间 会带来一些经济增长的一些亮点 好的 谢谢林开老师 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问题了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